不考虑美军几天能够来驰援台湾 只要解放军攻台 解放军要打多少天 台军就奋陪多少天 以上是邱国阵在台立法机构 大言不长地发表的一番夸夸起谈 解放军军机近几个月 频繁地进入台西南空域巡海 向台独传递出了鲜明的震慑信号 在这一背景下 台军近日开启了 八天七夜的解放军攻台策略大推演 加使两岸单争的发动战争 解放军单争动物收拾态度 蔡英文麾下的台军究竟能看多久呢 一疯狂兵推八天七夜 二十三日 台军汉官37号电脑兵起 推演正式登场 将持续八天七夜 为史上最长的一次兵推 台军方扬言此次采用复合式兵推 以所谓最严苛的敌情威胁状况 模拟解放军攻台的各种可能 并设计了演习响定 再借电脑兵棋系统 用议题研讨方式 实施防卫作战的推演与验证 台军一贯以来是擅长于制造噱头 自我催眠的本性 所以可以遇见 台军这一次的汉官37号兵推 必然是经过了一场或数场激烈的战斗 在一波三折中 台军最后时刻灵光一闪 弄出了某个绝招逆势方法 最终艰难地取得了胜利 然后台军士气暴涨 台当局信心满怀 台绿美一哄而上 大势炒作 掀起一轮新的义武剧统高潮 八天七夜兵推是汉官37号演习的一部分 汉官演习至今举行了37次 发生重大事故的9又13次 经去年的汉官36号 就发生了冲锋舟轻负王两人 一架直升机坠毁王两人 两起重大事故 从中暴露出来的是台军训练水平底下 装备老化 管理混乱等重重问题 如此水肿的台军 任凭兵推结果怎么样 也挽救不了他必败的结局 哦 缺兵少将很头痛 虽说无论这样都是必败的结局 但是台军仍然在花样做事的路上 越走越远 据台湾中史新闻网的媒体报道 因F-15战机失事意外频传 造成飞行员折损惨重 近来台军方传出已有三名学员 在身心压力和亲友担忧的因素下 表达了要退训 还有两名教官也传 因为担心安全问题门声退役 去年至今年以来 台空军F-5战机接连出事 已导致三名的台军飞行员身亡 台空军试图以紧急采购新式弹射座椅 亡羊补牢 不过淘汰座椅也要到年底才能开始 虽然不少台军飞行学员因为害怕考虑退出 除了士气低迷 缺兵少将也担台军的大脑伤 据台媒报道 台军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说编后 面临长期的能力不足 为扩大人数 近来又打起了半数成班的主意 后来为了后备部队军事缺兵官的问题 台防务部门披露 你从四月一期军事训练一难中折忧 愿十一周的训练出在后备部队中 当了领导干部的少卫军官与下士士官 此前去年十二月 台军已经报请了蔡英文核定 将继续新边北中南地区三个预备役步兵旅 预计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数编程 消息一出被网友骂方质疑折忧标准何在 有如何能够在短期内训练出能够作战的领导干部 国民党前立委率化名则认为 台防务部门这种竖程的做法只是量于充数 未来如何应战令人担忧 还有评论称 短期训练无法习的军官所需要的素养 平时看不出来战时将陷军队与威王 三公庙也要帮忙打仗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 台军不仅想开树城邦 还想着把寺庙的民兵纳入战斗 据台湾中时新闻晚4月21日报道 近期台湾当局提出要以所谓的未来战争为中心 展开重组计划 计划动员寺庙和教会人员 纳路预备役部队编制 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十九日表示 希望整合岛内的佛教 道教等所谓的志愿力量 以扩大台军的预备役规模 报道指出 目前这想法尚未落实 征召的对象仅局限于警察和消防部门 征召方式以志愿加入为主 如果要扩大征召范围 那么必须对相关的法规进行修订 该整合计划除了招募寺庙和教会人员外 还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及其他的社会组织 台军预备役部队将从明年2月起 实行新的征召政策 会更加频繁地征召预备役军人 并且增加其执勤天数 按照计划 该政策预计将于2020年正式施行 有岛内防务专家古赵称 由于熟悉地形射情 分散在村镇宗教场所附近的世廟民兵 在战时可以打游击战 并把守关键的道路和桥梁 由于台军的待遇低 条件差 加上丑闻 陈出不穷 台湾青年本就不愿意参军 现在民进党当局 尽量将目光盯上了宗教人士 消息一出 有网友嘲讽民进党这是在搞义和团 我有神功附体 刀枪不露 不怕你的洋枪 一秒穿越到清末 还有网友奔驰民进党 这是要组建第四大兵种 陆海空省四大兵种齐了 四 美国爸爸的大实化 面对破败不堪的台军 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任 伊朗还能够口出宽言 其如此大言不长的真实底气 无非是源于蔡英文麾下的台军手中 所谓的美式装备 所谓的对抗解放军的先进武器 但实际上台湾军方杂大价钱 从美国人手里买来的军事破烂次等产品 跟先进压根是挨不上边 就是这样的沙水破烂 一旦台湾真的发生战事 蔡英文们却妄想用这些玩意儿阻挡台湾 阻挡辽宁舰山东舰歼20东风快递 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加是两岸单真的发动战争 切犯军单真的动武收拾态度 蔡英文麾下的台军究竟能看多久呢 其实这一点根本不用蔡英文担心 美国人早就帮他们算出来了 说起岛内的绿营政客民进党当局 他们不是一向最爱抱美国大腿 最听美国爸爸的话吗 这一次美国爸爸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就在邱国正口吐狂言后没多久 美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奥赫曼向媒体透露 五角大楼近期多次针对大陆 侵台进行了兵推 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军事推演 结果这场兵推证明 假使两岸爆发战争 美国可能难以救援台湾 因为在多次的兵推模拟中 美国与大陆被分为了蓝红两军 最终代表蓝军的美军多次战败 台湾的空军更是几分钟内就被歼灭 而持援的美军舰队和战斗机 只被大陆的远程导弹拦截 使得持援时间被迫拉长 最后弹弹眼 即使美国全力地应对大陆 对台湾的物理统一 最后也可能败尾 对此西方媒体报道称 这项结果着实令人震惊 总之一旦台海身边 这事实上 等不来或许是等不到美军吃援 手里面摆弄着军事破烂 次等装备 罪力却爽砍着解放军 要打多久就奋陪多久的台独 这种志气气人的精神胜利法 充其量也就是 给当前日欲紧奔的台海局势中 凭添出几分黑色幽默的元素 应得世人不禁感叹 台独之变 炸几何灾 起争孝啊 民进党当局鼓吹大陆威胁论 企图以武获独 以武剧统 还多次进行所谓的解放军攻台 战士推演 多少年来 各个方面的各界人士 为了这一问题 已经给出过近乎无数版本的 模拟和推演 然而面对解放军 以雷霆万军之势 惩治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的各种可能性 作战版本 岛内总有部分人 始终妄想着 能够指望美军的救援 但事实上 面对解放军 很可能采取的 类似闪击战 高空斩首的作战模式 你要怎么指望 远隔重阳的美军主力 即便是有意吃云 就真的能够赶上吗 对于绿云人士来说 其实最乐观的情况 万里有一个一 远隔重阳的美军 真的派兵了 主力舰队浩浩荡丹的 集结完毕 向台湾进发 但行至一半 假使听闻解放军 已难利用了 闪击掌手 解决了问题 令台海战局尘埃落定了 并且已经在第一岛链内 立兵默马 对可能到来的美军 严正以待了 你要美军怎么办 是继续前进 还是掉头回去 继续前进的话 分成普普 与解放军作战 你一定打得赢吗 谁给你置信 要么掉头回去 谈谈美利坚的舰队 浩浩淡淡出击 合着就是 为了出来溜一溜 假使真的鲁齿 你叫美国人 何以自处 所以麻烦台湾的 绿营人士 在你肆意地幻想的同时 也稍微顾及一下 美国人的颜面和处境 可以吗 更何况大陆对付台独 各种各样的备案 有的是 你最好不要迫不及待的 现在就逼着大陆出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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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